對 這麼多語言提起來 所以我想說 哇 他們一樣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慢慢講 好 我們看後面剩下兩個 一個是 z 的這個音 那 rnan ruk 然後 raga 應該都一樣對不對 嗯 一樣 對 那在男王的話 z 就是 d 二 那所以是 rnan ruk 然後 raga 然後再來投射音的這一個 就是男王沒有的 事實上他比較 就是他要看他出現的位置 還有看不同的方言 有時候是插音 有時候是投射音 所以像那個下雨 無駄 無駄 所以在前面聽起來是投射音 可是如果是中間那個腳呢 鼠馬 蛤 鼠馬 感覺有一點差音 不一樣 鼠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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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差音 感覺更重一點 跟鼠馬 在前面比較深一點 鼠馬 你們在前面比較深 對 然後在中間比較那個 像後色一點 鼠馬 然後可是這邊 我聽起來像差音 鼠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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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王射擊的全部都一樣 只是沒有紅色音 是嗎 對 是不是 就沒有紅色音 所以像你們如果像中間這個 你們也是 H-U-A-N-G 對呀 H-U-A-N-G 對 你看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紅色音 所以你們可以這樣 如果你要中間有 如果 如果是 你們 真正的沒有紅色音的話 你們會唸這樣才會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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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如果真的寫 現在是這樣寫 那如果真正應該這樣寫 你們其實會唸的是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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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嗎 很酸 沒有那個音效 沒有很多音效 有很多那個什麼 因為你們譬如說 如果這裡有按放到後面的 有沒有 如果呼呼在結尾 然後有按的那個 你就知道那到底是自己加上去的 對啊 我知道有個病是 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面 男王的都有看過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母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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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一樣 然後 阿 阿 那在那個男王是只有 馬你們怎麼說 八 你們還沒有阿 你有 我叫姊哥哥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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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所以還是有一個那個 但是是他們 他們只有 我們稱呼的時候 我們都說八 八 稱呼的時候 面稱怎麼說 面稱 意思叫姨發 姨發 姨發 面稱就是你看到那個 我叫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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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他這個是八的 那個一是那個 好 我們看再來九 一 尹瓦 皮膜 刮力 刮力 好 牙齒 然後再來我們看蛇 五難 阿布 阿拉姆 都一樣齁 都很好 所以這個符號我們大概差不多都知道 現在我們要看符號跟音 其實對應中間並不是說很清楚的 有時候就剛我跟大家提到的那個部分 我們先看資本的這個系統 我想可能其他就是非難亡的應該放置上是一樣 所以我們原音的字母 就是我們剛介紹的這些字母 他對照的那個 對不起 好 他對照的原來的國際音標 是下面的 哇 這個全部都跑掉了 對 他這個沒辦法讀國際音標 所以我們看那個獎益 對 我有把那些不一樣的就是把它標出來 那事實上在這邊我覺得 這個我們比較特殊的音 大概就是如果先從資本 那個母音的部分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阿阿伊烏 我們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用只有四個母音 外來語的先不看 那再來呢 輔音的部分呢 那個第一個的的這個音 我們有時候唸的有一點是有一點點差異 的 冷 冷 冷 的 還是冷 我們譬如說那個靠 靜 靜怎麼說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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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在男王呢 是啊 阿拉 可是他們的是的 那個是真正的色音 那我們的呢 有一點差異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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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這個他的符號對應的是 這個不是真正的像男王在這邊 他對應的是D 可是我們對應的是這個有一點差異 所以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用同一個符號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再來H就是對到這個喝的音 K就是喝 再來這兩個音是比較麻煩的 我們的這個L的音對照的這個符號 對照的這個國際音標呢 事實上它不是直的那個L 它有一點點底巴 這個一點點的底巴這個 我們如果有一個斜線 代表是說它是音標 跟字母 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 字母跟音標是兩件事情 就像我們在學英文啊 我們可能就是會學它的拼音 可是那個拼音呢 跟真正的音標 中間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落差 那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字母L 我們對應的 其實在學母的方面對應的 就是有一點點引發的這個 那它代表的是說 它有一點點捲舌 所以我們在念這個音的時候 舌頭是放到牙齒 牙齒後面一點了 對不對 放到後面一點點 那另外一個我們還有一個LR 那因為我們這個編音有兩個 所以我們只好用兩個符號 來代表說我們有這樣子的差別 那這個音呢 好像相應又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有一點差音 在非男王的方言裡面 可是在男王的方言裡面 我們看下面男王的這個LR 它對應的是單純的L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困擾在教書的時候 最困擾的地方 所以變成說LR是沒有捲舌 可是L是有捲舌 這個我不知道各位你們在 請問一下有在第一線教書的老師們 有哪一位 第一線 現在還在第一線 還在第一線 足語老師 你裡面當老師老師嗎 是齁 那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一個比較 需要叫小朋友特別注意 因為我自己每次看到LR 我就不自主的 一定會把它唸成捲舌 然後我看到這個 就會想到英文的L 是比較直一點 平一點的那一個 那以至於我常常在寫的時候 我就要去想 我現在是 選笨的咧 我現在是選笨才寫錯 然後我就常常會混亂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混擾的地方 那老師們特別要講清楚 就是L跟LR 我們有兩個符號 因為我們所有的方言 我們都有兩種邊移 就是這個我們叫邊音 那因為有這兩個 所以我們就要用不同的符號來代替 那一個是L 一個是LR 那那個真正的L這一個呢 是有捲舌的 這個LR的這個沒有捲舌 好 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我們最大最大 要注意的 足語老師真的在教的時候要注意 要不然小朋友 因為他們同時學英文 他們同時學英文 所以看到R他知道那個代表的是捲舌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比較困擾的 那再來我們看M就是M N對應的那個音標就是呢 然後呢 NG對應的是呢 好 然後P就是p 然後R就是r 然後S就是S 然後P這個沒有問題 TR也是我們特殊的音 好 所以這個特殊的這個R在這邊是很正常 就是看到R就是有捲舌 我們全部的那個都一樣是捲舌的音 然後V就是v 然後特別是在出路或者太安有時候 好 那看位置 那再來呢 可能W是我的音 Y呢是別的音 然後呢Z這個音也是有點捲舌 好 那再來是猴色音或猴差音 這個最後那個符號 那男王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講的 這個母音都一樣 然後輔音的話 R就是的 然後D就是的 然後DR呢捲舌的的 所以就是原來的這個 然後就把舌頭捲起來 也是這音 然後G的 然後K的 然後這裡 男王是剛好相反的 這是其他方言的 因為他們都沒有單純的L 他們沒有單純的LE 其他方言沒有單純的LE 你看到這個都有一個捲舌 這個有一個稍微有一點比半 可是在男王的話呢 這個L代表的是捲舌 跟他們一樣 可是這個LR呢 我們代表的是單純的L 我們代表的是 所以我們LR捏的時候 是舌頭放在兩個 稍微有一點牙齒中間 比較平的那個音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然後M這個沒有問題 他後面的也都是跟那個 其他的方面都一樣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把我們的 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的書寫符號 跟我們的音標 其實呢有些是一模一樣 可是有一些呢 因為那些音其實要寫的時候 不好寫打字不好打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一個符號來代替 所以書寫符號跟音標兩個系統 我們要很清楚是分開的 那再來呢我們要講稍微再更抽象的 就是說我們有這麼多的音 然後呢它到底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 有些那個寫符號的音 事實上有時候唸的是符對不對 有時候唸的是符號的音 那為什麼我們都寫符號 我們為什麼不要用符號呢 對不對 為什麼 還有我們剛剛講那個一點的這一個 就是一點的這個喉色音 事實上有時候是喉插音 那為什麼不要就是色音的時候寫色音 插音的時候寫插音呢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你們覺得太麻煩了 主要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子一個區分 就是說我們通常有變異作用的時候 我才需要去分開 所以譬如說我們在講那個 我們剛剛講B好了 那個林老師 你剛剛那個B有時候唸成F的 我們要不要舉個例子來看看 其實我覺得我都是比較接近F的 全部嗎 對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剛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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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在搖東西那個 那個水錶 那個嗎 Karun Karun 我比較我在講那個Fly 我不會講Fly Fly Fly 我都是接近F 那給呢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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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說這個好像是個人的習慣 有的人比較接近那個V的音 有的人會比較接近F的音 對 這有就是說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那個 就被那個 我在投考的時候那個 有一個教授 我們總結構說 欸奇怪你的音標都記不音 為什麼你的發音就是Fly 對 他就是這樣子講 我們剛剛 我說沒辦法 我說滾 如果說我們用紅色音來看好了 剛剛那個得是不是這樣 好那個花 花 花 跟那個 竹筍 倫 所以這邊 老師你們怎麼發音 阿布 阿布 然後這個呢 史倫 然後呢 史倫 資本 史倫 然後呢 阿布 好 我們看一下 你們聽起來喔 因為他們沒有 所以請他們聽比較準 再唸一次喔 所以請那個 資本好了 這個 阿布 然後呢 史倫 你們覺得有沒有不一樣 前面的這一個跟這一個 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差音 所以這個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差音 欸 為什麼 它這個是射音 這個是差音 這裡的這個位置 塞住了再唸阿 你知道嗎 但是 史倫 對 這個是一個射音 這個是一個差音 你們自己聽有沒有聽 出來不一樣 有 不一樣 不一樣 可是你看我們都用同一個符號 就可以了 現在那個什麼 為什麼 打一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 打一 打一 一謝 打一 打一 一謝 打一 打一 對 一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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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沒有 前面沒有 看一下後面的時候 沒有 一謝 打一 哪一 那一 那一 打一 那一 是在前面 在前面 打一 一的前面 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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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念 是 打 打 为了你们是 你们 一个放在前面一个放在后面 不一样 那个是 因为男王没有 所以男王很难听得出来 那个是 底下那个是 这个是 那个是 先有那个 活塞音 然后再念音 然后这个是先念音 然后再活塞音 这个 其实男王应该会有这个音 所以 这个字 可能这个就要像别族一样 是不是 Q 应该是说 这里因为他们也念起来是活塞音 所以你会觉得听起来你们比较像 对 可是这里因为他放在后面 他已经变差音了 所以你们觉得那个 你们本来就没有那个音 所以你们没有的是这个音 你们只有这个音 是 有 对 所以 为什么你看我们在这边 刚刚讲的 我们可以明显的听到 位置不一样 事实上你听得出来它是不同的音 可是我们都要投一个符号来了事就好了 为什么 是因为它是可以预期的 就像我们在讲这边好 这边讲一大串 这边讲一大串好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区别意义的功能 最重要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在这边 如果老师 请你们 那个请林老师好了 你这里你也给他念像这里的这个音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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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你们有没有谁 可以把他念的像后面一样 如果改成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开始 你可以讲 啊 我说要念 一样 没办法 没办法 不一样 位置 所以 因为他们 互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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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 我们用一个音来代表就可以了 因为呢 反正你一定知道 他位置不一样的时候呢 你念的是不一样 所以他通常 如果在最后面 你会听到很明显的差音 可是你在母音的前面的话呢 你听到的是比较像色音 那因为呢 就是他是可预期的 互补分配 还有因为他是可预期的 所以事实上他没有便义作用啊 就是说你真的要把他念成像他一样 人家也不会听错 只是觉得你发音不标准 他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不会说像我们如果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牙齿跟日子好了 一个是 歪补分配 然后一个是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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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日子 跟 牙齿 你看喔 这里是不是 他是怎么样 你换了一个音 意思会改变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一定要用不同的符号来表 可是在这边呢 你其实 第一个他也念不出来 第二个 因为呢 他们是互补分配 就念不出来 他是互补分配 还有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念成是一样 就是说你这边哪里念的一样 或者是说就是虽然念不一样 可是反正你就觉得是 他就是就是是会不标准或是怎么样的话 所以你没有必要用两个符号来表 因为如果什么一点点细微的差别 你都用不同符号 那我们太复杂了 所以这种呢 就不需要 所以我们的那个刚刚讲的 我们的字母书写符号 跟我们的语音真正对应的 是不一定是 就是说不一定是一对一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些书写符号 需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只要抓到说 我如果像这种 如果我没有写不一样 我就不知道 就是说我如果写一样的话就 就是说这里差一个音啊 差一个就会造成语音的改变 我们就一定要用不同的符号来代替 好 所以这个是主要 我要分清楚两个层次 老师请问一下 那是因为那个 什么 第一个叫 那个是母音前面有一个子音 这个我把它算子音好了 它是人音词 假如是这样的念法 那我要请林老师帮忙念一下 黑色 是哪一个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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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真唉 這樣對嗎 我覺得一個對 好 那 如果這樣的念法 那 跟這個念法是一樣的咯 就不是這個音呢 這個後面的 那個 2就後面了 如果是後面的不一樣嗎 打蠻肉 你看到那個後面當柴 茶嗎是在母音的 在後面 這個在符音的期間 那個變成止音 那個前面變成止音 要把那個止音先唸出來 那個在後面的時候 你要把符音先唸出來再唸止音 是這樣子 其實它是一個符音 可是我們把它叼這樣子 因為當時你要打字 打一個彎頭的H 沒得打 可是實際上我也會建議你們 為什麼不要用Q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就在思考說 像剛才老師舉的那一個例子 剛才我們說 這個例子不好 數二 會不會用數二那一個例子 我們的練法會一樣嗎 數阿 只是你們比較輕一點 對 你們因為這樣輕了 所以你們就覺得沒有記憶 對 其實你們那邊 你們會這樣子唸嗎 你們會這樣子唸嗎 數阿 數阿 不會啊 你還是會有數阿 對 老師還有各位好夥伴 你們會建議老王用這個嗎 該留標題 應該是兩種母音 後面那個應該會有啦 不是 我為什麼會有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二十九號要面臨 二十九號在東華大學 他有一個初選佛號的大阿 你要回去 確認 跟你討論完了 你把我的意思穿搭 喔 老師你要去幫我們講嗎 對 因為除了這個 這個是 男王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 全部最大的問題是L跟LR 對 剛剛跟你解釋了 另外一個就是 男王的問題是這一個 對 就是這三個 那男王的問題 所以這一個會牽涉到你們的W到W的用法 對 你們怎麼唸啊 聽聽看 我們啊 數阿 有喔 他有斷掉 有 但是不像你們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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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那個curve 什麼樣 你 數阿 有 你是數阿 對啊 可是斷掉 我們比較重啊 他們其實喔 就是說 一樣的喔 就是這些色音喔 他們都變差音 所以剛剛你們的B有沒有 色音 他們變B就是差音 甚至到更後面變F就差更多了 因為B是色差音 F就單純的差音 一樣的 這個是你們色音 然後呢 他們因為位置的不一樣 他的差音的輕重有不一樣 對 其實事實上這個是男王可能要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往下面先這樣看 所以這邊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在講這個圖號呢 這些放在斜線裡面的這些東西 事實上這裡寫的是國際音標 那他呢 代表就是一種音位 那個不是音位所以的音位 是語音的音位置的位 對 那兩個音位代表這兩個音呢 具有區變異異的功能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我有區變異異的功能 我就要設一個音位 就是要幫這個語言設一個音位 所以這邊 因為這樣子一模一樣的位置啊 可是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就必須要設兩個音位 因為這兩個造成語音的不一樣 可是像這種呢 雖然念的不一樣 可是它沒有區變異異的功能 所以我們只要設一個音位就好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在做一個語言 它整個語音的系統的時候的一個原則 那其實像如果各位知道像英文裡面 T我們來講很簡單的 就是英文的T我們在寫T 事實上它在不同的位置 它也會念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兩T TOP 對上面TOP 那時候是TOP 可是如果ST的時候呢 STOP 對不對 TOP STOP 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我們都是用一個音位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S後面 它原來的受氣 TOP有受氣 到這邊呢 STOP 沒受氣 所以它這種不一樣的語音是因為環境造成的 可是它並沒有說有什麼 這是可預期的 就有點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需要用兩個來設 就是不需要設兩個音位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我們設的音位 因為就是這些剛剛講的字母 因為那些符號國際印標不好寫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書寫的那個來歌音 那我們來看我們所有的語音呢 大概我們分了哪些音 那男王因為就是在這邊不太一樣 我們先看一下其他的方言 那不一樣的我等一下就會順便評論 基本上色音喔 男王色音是最多的 那其他的方言呢 我們這些青色音沒有 就是沒有應該青色音就是說無聲子音喔 如果我們講的話就是無聲子音啊 基本上是一樣的喔 我們都有p 有k 然後還有捲舌的 還有k 這是我們全部都有 那再來呢 其他的方言我們還有一個 不對 男王我們還有有聲子音 那就是b b的這個音 還有g的這個音 還有呢 我們有那個什麼 還有哪一個音啊 b的這個音 這幾個音 我們其實有聲的 其他的方言有聲只剩下你的而已 那男王 男王的有聲子音是比較多的 吳聲對不起 就是說色音喔 就是我們念的時候呢 氣流出來然後阻斷了之後再送出去 那又分成有聲跟無聲 那無聲子音我們基本上都一樣 但是有聲的那個部分呢 就不太一樣 男王有很多的有聲的色音 然後到其他方言呢 就變成是差音 所以色音的部分 男王還要再多增加v的音喔 然後還有g的音 那事實上你們應該還有一個紅色音 那但是在其他方言這幾個就是v 然後可 然後這個呢也是這樣子寫 但是事實上它有一點差音 看位置而變 好這是關於色音喔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嗯 好 資本的非男女沒有有聲的色音喔 那在這個男王的色那個有聲的色音啊 都已經變成差音或色差音喔 所以剛剛講這個d的音有沒有 其他的其他方也還有一個d的音 但是在在那個非男王的這個 也是有一點點變色差音喔 也不是真正單純的樂 他其實有一點點我們剛剛寫是這樣子 稍微有點差音 那再來差音呢 嗯 我們資本的非男女或是非男王的那個 非男女喔 我們有一個無聲的輕的差音喔 就是s 然後有三個有聲的差音 就是v 還有那個h 就是那個有聲的那個色音 你不知道什麼 喉色 喉差音喔 那在這邊那個z的這一個喔 其實他是一個捲舌的 然後再來那個 我們寫那個一撇的這一個呢 他是一個聲喉差音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音 那 嗯 這就是我們的書寫符號剛剛講的 那這邊喔 聲喉的差音呢 他有同位 同位音 就是喉色音 他們出現的環境互補 出現在兩個母音中間的時候 就唸紅色音 所以這邊樹枝怎麼說 撒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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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初目就還是差音喔 撒阿 感覺還是有差音喔 可是在資本的話是怎麼樣 撒阿 就沒有那麼的就沒有差音 那在那個呢 裡面有撒阿 也是沒有差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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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基本上其實是很像喔 對 這一個 好 現在字本是寫這樣 南皇是寫這樣對不對 D-R D-R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陳老師你們唸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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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你們就是不是南皇跟字本的 你們再聽一次喔 那個字本是 D-R 然後南皇 D-R D-R 你用嗎 是的 很像 中間的位置齁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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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間有一個攝影停頓一下 在後面一個那個 好 所以那這個是 資本大概就是比較明顯喔 兩個母音中間是比較輕的 猴色音 可是呢 在後面就是很清楚的猴差異 那在前面的話好像有時候是色音 有時候是差異 可是我剛聽林老師感覺就是 比較像大部分都已經變成差異了 那我不知道是在太安是怎麼樣 太安剛剛花怎麼唸 所以是色音 那如果是下雨呢 古代 也是比較色音 不是像出路那麼的重 那麼差 那它是摩擦的很厲害 那那個下冰狼呢 下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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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爛 也是比較是色音喔 那後面的 如果是後面的那個 中間的呢 那你們是中間有差音 好像有點像H 所以你好像聽到習慣 習慣 習慣 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就是這個是 就是不同的方言 也是有一點點太一樣的 嗯 那鼻音的話 基本上是都一樣 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邊音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有兩個邊音 那單純你們寫L的那一個 是大家都一樣是捲舌的 那寫L、R的在南紅是單純的邊音 在其他方面是差音 好 那寫音的話R大家也都一樣 那華音呢 W跟J這個應該也都一樣 那原音也一樣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 大概就是做一個歸納 那個資本的或是其他方言 基本上我們應該是一樣的 用的符號好像都一樣對不對 好那南紅就是我剛提到的 那幾個符號是不一樣的 好我們看一下比較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那個捲舌音那幾個 還有那個齒音音、舌尖音 那個下面的L、R那幾個 好這是就是按照他們的位置 從最前面 雙唇音 然後再來呢 這都是用到雙唇的音 是最前面 然後再來呢 往後面一點點唇齒音 B 或是B 你的上面的牙齒頂到你下面的嘴唇 再來是舌尖音 就是的 對 好把牙齒放在兩個 兩個 不是把舌頭放在兩個牙齒 把牙齒放在兩個牙齒 把牙齒放在兩個舌尖音 好 是舌尖音 然後再來齒頂音 然後再來齒頂音 就是把舌頭放在你的牙齒後面 然後L、R這一個是 R R這個其實它是有捲舌 那再來我們看下面捲舌音呢 就是剛剛的那個音 但是你把它發捲舌 所以T就T 然後把舌頭捲起來往後面一點點 然後呢 Z的R 然後L呢就是了齒 那舌尖音音 然後舌根音 K或是NG呢 那後唸的喉音呢 就是在下面喔 更裡面的 好 所以這邊到目前為止 我想因為各位都有在交名語 所以對各位來講那個書寫比較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是說一個音一個音的那個 要注意要對應的那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音節節構 這個就會跟我們W的那些 還有剛剛要提到這個比較有些相關嗎 好 所以我們要講一個語言的音韻結構錯誤 剛剛就是跟大家簡單介紹那個音位 就是說因為它要有變異作用 我們就要設一個音位 那我們還需要知道的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它的音節結構 所謂的音節結構就是 如果我們用子音是C來表示 然後母音用V來表示 那通常我們一個音節一定要有一個母音 一個音節一定要有一個母音 那我們的音節結構算是蠻簡單的 所以最簡單的一個音節就是一個 單純只有一個母音而已 那可是我們也可以有前面一個子音 再加上一個母音 當作一個音節 所以我們譬如說 剛剛講那個 隨便一個長一點 短一點 短一點也可以 短一點也可以 都用的 好 我們打外好了 好 像這樣子 我們 有沒有哪一個字 剛剛講這個 遺忘好了 如果說我們一個音節最少要有一個母音的話 像這個就是一個音節 就只有一個單獨一個母音而已 那再來呢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你前面要加一個子音 所以像這個也是一個音節 我這個是一個音節 再來呢 有可能我只有一個母音也可以是它只有在後面的 譬如說 有什麼 好像沒有這麼多字 蛤 一個母音 欸 不行嗎 下面是母音 不行嗎 不行嗎 是那個 音 不是不是不是 前面要母音字 一個母音再一個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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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公母 母音再子音 對 前面要 前面再子音 前腳 欸 欸 欸 對啊 暗 對 暗 對 暗 暗 所以譬如說 你們都有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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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暗 完全沒有暗 有啦 我們那個後綴的暗 後綴才有暗 對 前面沒有 如果說我剛才講的是單獨一根字是 那個 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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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结尾的字再加上暗 有没有什么母音结尾的字 然后再加上暗 音结尾 好了 暗 没有 因为那时候如果子音结尾的话 你那个k就为什么子音就会跟着后面 y a n 暗 暗 有没有想到哪个母音结尾的字 然后后面还有暗的 对 不是打暗的 有 因为打不暗而已 y a n 他很难想 有母音结尾的字 真的 母音结尾嘛 母音结尾 母啊 去啊 母啊 不是啦 他后面还再加一个暗 母音再加那个暗 暗的时候会变成那个 我样 暗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母音结尾 然后再加上 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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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都沒有 是我 對 所以你們都沒有 這是一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調味 好 再來我們有另外一種的 這個就很多 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概音節最重要就是要一個母音 然後一個母音呢 它前面可以指音一個 或是後面一個 或是前面後面都一個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兩個指音 可不可以兩個指音 有 有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 對 應該是沒有 它是要前 你如果說有兩個音節的時候 它會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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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剛剛講香蕉有沒有 來 我講一個 是 來 來 另外 跌彎 對 來 到 對 對 可是不一樣啊 它音節分在這裡 音節就要分啊 我不是那個直音直音喔 不是 這是 這是一個音節 這是另外一個音節 這是另外一個音節 而且現在我們要找的是什麼 音樂 就是有 有一個音節 有一個音節 也有兩個 兩個指音的 可能吧 連著的是 沒有 沒有啦 沒有這樣的字 因為有些語言它是可以 有 有喔 這個叫做輔音 fert 就是兩個子音 其實都是他們把那個 vulnerable 很多 就是 所以會建議說我的名字叫 叫Snayan啊 他就说A不要了 不然会念成Snayan S 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讲 那时候是一个S的音音 不是A 对啦 他有语音有改变 对 好我们先再修行一下 Snayan Snayan